以现代科技红法 为纷扰的人心注入一股清泉 十方法界卫士长期在电视上红法 各法师禁闭的说法 精心制作的老和尚与小沙咪的单元 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宣导大家善知识 每年也都举行了爱心餐会 协助弱势 踏踏实实以佛的教理养护众生 可以让我们辛苦 还有很好的营养逐流 帮助我们可以帮助 好的逐流 真的是帮助我们幸福的逐流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 他对我们这么帮助 是我们的先帝式 说起来还是我们的一种化分 菩萨的英华来因得 我们来落学分 让我们可以驾到这条生活的路 让我们成就我们生活的这条路途 让我们可以了行事 得力化 所以这真的是功德很大 很感应让我们十五次 十方法结尾是以电视红法 让各位法师透过电视红法 让更多人有机会听闻佛法 堪称功德无量 以弘扬佛法为宗旨 精化人心为目的 制播的新闻 节目 期望由现代的电视科技 带给纷乱的人心 一世佛法侵权 十方新闻贵文 徐建议高雄采访报导